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末大家还是看到一些相对是感觉对A股是正面的一个消息 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重启了人民币的逆周期因子 那好像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好像对市场的那个信心应该是蛮有帮助的 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已经是心里面在那边倒数了 因为到了9月份的时候那个2000亿啊是不是真的会如期而至呢 其实这方面也对毕竟还是那个隐忧啊 先从这个不同的角度请那个徐蕾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吧 您看对于A股的一个影响到底会是怎么样 首先呢我觉得周末呢这个央行它在目前的就是人民币汇率上 它提出了一个逆周期因子 实际上这个逆周期因子呢在目前来看是还是比较陌生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公司的包含了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因子 但是呢这个因子到底是哪些指标 是像官方包括目前的央行没有在明确 那么大家普遍还是认为呢 这个时候推出逆周期因子 再结合我们上周啊人民币的一个温升了大股温升的 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央行在目前这个阶段通过一些 我们所说的逆周期等一些调控工具 来对人民币这个我们所说的贬值的趋势 包括他所认为的一些市场的情绪化的因素 那么予以进行一个我们所说的政策 我们所说的一个调整 或者说进行一个干预 那么逆周期的因子实际上就是央行对整个汇率市场 进行一个我们所说的定价权的一个因子 干预的一个多加的一个因子 所以呢市场认为呢至少短期中期 人民币在贬值的过程中 政府的干预的力度会越来越大 那么这也导致市场呢至少在贵市上 出现贬值的这个预期的这种确定因素呢 暂时得到缓解 我觉得这个对A股市场呢 起到一定的稳定准 那么至于目前的所谓的2000亿 那么我觉得这个2000亿呢 在9月5号以后 在基础部的进行的商考的前提下 我觉得这个理念呢 可能最终还会有一定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双方让步的一个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对于市场而言呢 我觉得是一个意外的预期 因为市场尤其是A股市场 最近的阶段的反复调整弱势 实际上已经提前反映了这个2000亿的贸易战 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 它已经在市场中得到了一个充分的提前的一个释放 所以后面的所谓的一个双方进一步探讨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因素呢 对于市场也呢 也不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嗯 明白 那其实也就我听明白了 徐先生的意思是说 其实A股已经跌到这个份上了 我们可能2000亿都已经是 也是把这个康丁在里面了 所以说如果反而呢有一些变数的话 说不得到当时利好消息也来吵了 不过另外一点呢 我也是挺想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下 探讨一下的 因为我们注意到之前呢 其实滴滴大家也都是很关心 一方面是在国内当然是 它是已经是那个所谓的租约车行业的一个龙头 另外方面其实香港也有滴滴车的服务 对 但是呢它最近呢 在周末的时候 大家发现有一个真的是蛮致命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一数发现 已经是三个多月以来的第二起命案了 所以是内地发生了一个叫做乐清顺丰车事件 那这个事件下面呢 当然了滴滴本身他自己也出来说 我们要重新来评估这个业务模式啊 产品逻辑 那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也留意到 其实它这个内部的一个评估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 根本之前是有人进行投诉了 但是他们在这个投诉的整个过程 其实是没有很快的去采取 任何的一些应对的一个行动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在资本市场 其实大家一直是在等待 这个蛮重磅的这个所谓的独角兽来上市的嘛 香港这边也是曾经传出说 它应该是有计划在香港这边上市 那先问一下许磊先生您的看法吧 首先滴滴事件啊这个东西 它的在内地方面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效应 是不是真的是非常负面 应该确实周末啊 我们看到无论是官方美国 和无间的一些舆论来看呢 很明显对于滴滴事件的这个探讨 或者滴滴事件的这个舆论的一个发效 已经逐渐由滴滴事件这个单一事件 演发为所谓 对目前我们以中国互联网家为代表的 这些独角兽企业 它的未来的发展啊 它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反思 而并不是以前的那种 我们所说的大力的市场的一种追捕 为什么呢 因为从滴滴事件可以看出 尽管这个事件可能有一两家 作为偶发事件 所带来的企业内部监管上的问题 实际上更多的大家对于 像滴滴为代表的这个互联网家 它在大陆发展的过程中啊 实际上始终缺乏行业的监管 始终缺乏这个行业所带来的一种 我们所说的风险的这种 我们所说的监管的一些制度化的推进 所以滴滴在很多地方 它并没有纳入当地的 我们所说的监管的行业监管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范围之内 出了事情以后呢 它在我们所说的在应急 包括在事后的这些方面呢 都没有一个完全的制度化的东西 那么这就反映了什么呢 包括前一个阶段在美股上市的 拼多多一样 市场也是在认为 它实际上在我们所说的工商监管缺位的情况下 它打了一个所谓的山寨版的插边球 实际上这说明什么 互联网家在新经济的背景下 监管缺失是不是会给这些企业 带来盈利模式 或者说我们说产品逻辑背后的 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市场现在担心什么呢 比如说新经济的背后 实际上是放任了资本 在互联网过程中 缺乏监管的一种市场的风情 而季徐先生你说的这个真的是 监管缺位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另外一方面 就的确大家注意到 其实滴滴它整个的一个 从国内开始成为龙头的 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资本不停洒入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它能够成为 现在的这个所谓网约车的龙头 它也是不停的通过补贴各种方式 然后把这个市场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位置给取得了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像是今天像是新华社也有一个微评 它就说像这样的企业 它说你眼睛里面 不能只看到资本市场还有利润 那个安全和责任都在里面 但是我想它还少说了一个 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一个点 就监管本身 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个缺位 其实我们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您会觉得简单来说 会觉得影响到这些独角兽 包括滴滴在内 他们的接下来的一个上市融资的一些步伐吗 如果根本监管问题没有搞定的话 我觉得滴滴在这个企业的扩张 实际上反映了我们整个A5市场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只关注于所谓的流利 实际上我们不可否认像滴滴这个企业 它在上市之前肯定有对赌协议 那么在对赌协议的这个压力下 实际上前几年通过烧钱模式 占据了市场垄断地位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滴滴的实际上打车成本一路飙升 是的 那么在这个飙升的过程中 是带来了它的盈利的诉求 那么这个盈利诉求的背后 我觉得对于一家企业而言无可厚非 但是对于整个我们所说的中国现在大陆 对于这些企业 它在背后的增长的过程 你没有监管跟障 这本身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上的漏洞 那么这个管理漏洞 无论从我们所说的P2P 最近一个决断的连续暴雷 包括这一系列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很可能未来对于互联网的这些企业 自动推动背后的一些行业垄断的行业 肯定会有比较多的相关的制度性的监管 和制约会出来 对于我们所说的DD在这种估值也好 未来的上市也好 肯定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好 那我们也是先跟您讨论到这里 谢谢您精彩的分析 广告过后我们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